今年中秋节过后 台东地区发生了规模6.8的强症 让许多人都受到了惊吓 当大家提到地震跟气候变迁的时候 觉得哪一个比较可怕呢 或者新冠肺炎COVID-19的疫情 在台湾已经夺走了上万条的性命 但是我们拿疫情跟气候变迁相比 大家又觉得哪一个比较可怕呢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地震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当大地震来袭的时候 你的地震包都有准备好吗 随着防疫限制慢慢的解封 大家也准备回归正常的生活 然而现在的确诊人数仍然不少 又有多少人是在无疫之间染疫的呢 习惯其实就如同温水煮青蛙 很可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 让人措手不及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跟大家聊聊桌上摆的这本书 OKR实现净零排放的行动计划 书中呢 透过OKR的方式呢 定定在2050年要达成净零碳排的目标 去提供企业跟政府一个达成目标的具体做法和案例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结语啦 作者这个约翰·杜尔·姜杜尔提到了 要让恐惧成为动力还需要自我鞭策而不能麻痹 这句话非常具有警示意味 当你对常态性的地震或者疫情感到习惯之后 可能就会忘记它有多么的可怕 同样的如果我们对于极端高温极端暴雨感到稀疑为常的话 在面对更严重的气候灾难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容易去陷入危险之中 今天呢我想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严肃 比较冗长的开题 但是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可以证实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来请教这个专家叶教授 为什么越来越多要去对抗这个气候变迁的工作 都会提到这个净零 干净的净 零呢就零分的零啦 那净零排放呢 什么是净零排放 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以2050年为目标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一开始大家 现在净零排放已经变成我们的生活用语了 我们还是从英文来看 净零排放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Net zero Net zero Net就是净 净收入等等就是 两个东西相结以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排放减掉吸收等于净排放 那最后希望得到零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画了一个时间点在2050 然后能够做到 但是我特别要说 这个意思不是说到2049再突然降下来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很陡峭的开始往下减碳 一路减到2050 这个对应的是 我们在世纪末的地球的表面的升温幅度 和工业革命之前相比 不要超过设施1.5度C 所以是一个很严格的角度来定的 所以现在这是大家的目标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有点像我们算是一个重考班的学生 我们可能要在很短的职业之内考非常的高分 就是留校查看的状况 对